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主人 我们还没有名字呢 哦 那我给你们取一个吧 小奶猴 你说叫什么名字好 小奶猴说 你叫猴猴 你叫哈嘿 啊 这么草率的吗 我们两个女孩子竟然让一只猴子来取名 哈哈 逗你们玩的 你看起来比较文静 就叫文文吧 你就叫萱萱吧 好的 谢谢主人 猴天宇 救我 米娅 发生什么事了 你在哪呢 我本来想回华海来找你的 结果刚下飞机就遇到了歹徒 他们现在正和我的保镖在车外打斗呢 很快我们就要输了 我好怕 别担心 定位发给我 我马上去救你 好 萱萱 立刻被直升机 好的 主人 米娅公主 你放心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只是想带你回国而已 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抓我 这个嘛 等回到S国 你自然就知道了 带走 不好了 头领 来了一下直升机 搞不好是来救公主的 怕什么 直升机能坐几个人 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 准备开战 哇塞 好多白花花的票子 兄弟们 快去捡钱啊 发财了发财了 你们给我回来 快回来 我靠 神是一群没出息的东西 哇塞 好大的进转啊 兄弟们快趴下 不要砸到头了 我靠 居然是引蛇出动的陷阱 猴天宇 救我 米娅 不用害怕 我们马上带你走 你们不许过来 不然我就对她不客气了 只要你放了米娅 地上那些钱都给你们 放了公主 不可能 看来只能使用绝招了 小奶猴 接下来就靠你了 来 给你吃个迷你蛋 这这这 她刚才明明是只猴子 怎么突然变成猪八戒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她不是猪八戒 她是在我左下角的真山海精里吞蛋进阶的猪钢猎 里面有几百种山海异兽 个个都能吞噬进阶 现在开局就送一百颗鞋蛋 孵化必出五星神兽猪钢猎 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我左下角下赞 还可领取我的专属礼包 不许走 放下米娅公主 闻闻喧喧 动手 是 主人 你们为什么要抓米娅公主 幕后主使又是谁 无可奉告 你们还是直接报寻补吧 不说是吧 闻闻喧喧 给她点颜色看看 说不说 不说 坚决不说 那里不错嘛 疼痛你能忍 我不信这个你还能忍 小奶猴 看你的了 好呀 好呀 别挠了 别挠了 快别挠了 快说 幕后主使是谁 不行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 小奶猴 继续 养死了 养死了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你呀 公主 其实我们是木野王子派来抓你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你抓回S国控制起来 S国 你有积极国王保护 我们动不了你 这次你自己跑出国 我们才找到机会下手的 木野王子 他为什么要抓我 是你还不懂吗 你是积极国王的第一智能 抓了你 积极国王必定军心大乱 王位不稳 到时候木野王子就能轻松上位了 天哪 木野居然会做出这种事 天宇 我得赶紧回国帮助王兄了 没想到我刚来华海就又要和你分开了 米娅 我们见面的机会以后多的是 你快回去吧 你王兄需要你 嗯 那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保重 好 好 好